上校被吸收淪為共諜 陸軍部訓部作發式 向性上校 在2019年被一名 駐金門的記者少姓男子吸收 每個月收取4萬塊錢的內印費 承諾為中共效力 不僅是身穿軍服 手拿投降承諾書合照 甚至宣誓效忠祖國 精力完成兩岸和平統一使命 而檢方在今天偵查終結 以貪污罪提起公訴 身穿軍服陸軍部訓部 作發式上校 竟然表明對中共效忠 手中承諾書寫道 宣誓支持效忠祖國 一旦發生戰爭 將會盡力完成同一使命 被告為現役軍官 歷練作戰單位 禁圖謀私利 接受中國勢力 吸收滲透 原來上校前妻是旅行社員工 結婚時旅行社老闆 少姓男子來參加婚宴 兩人因此認識 2018年前妻打算離婚 少姓男子假意關心 逐步吸收 不但謊稱中共上將是遠方熟工 還承諾幫助他在國軍升官 沒想到2020年 上校貪圖升遷 答應要求 寫下投降承諾書 身穿軍服合照 事後少姓男子 約付4萬元 作為內印費 前後一共56萬 直到2022年初 軍方發現 少姓男子是中共軍情人員 加上少校前妻 手機對話記錄 沒有刪除乾淨 事情曝光 不法收賄 從事通敵 叛國行為 請從重處刑 並宣告此奪公權 及沒收犯罪所得 國軍近年除了持續 落實保防教育 深化官兵的安全警覺 也已經針對 內部具有偽藏 征厚的人員 實施深度的考核 這名少姓男子 曾任媒體 駐金門記者 還任職過高層等職務 退休開旅行社 主要引接軍人 加入發展組織 如今也被依 相關罪嫌起訴 一邊為了利益 吸收軍人背叛國家 一邊貪圖升遷 身為軍人承諾投降 行徑實在荒唐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租屋補貼補小補 不過有名網友發現 自己明明沒有申請 300億中央擴大 租金補助專案 但是網站上卻顯示 審核通過 收款人還是 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把他嚇壞了 懷疑說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遭到了盜用 對此 內政部營建署就表示 經過追查之後發現 其實是房仲發錯了 帳戶的連結網址 才會導致 這次的烏龍事件 申請租屋補貼 但是上官網一查 收款帳號 怎麼變成陌生人 有一名女網友 在網路上發文表示 自己原本就有 社宅的租屋補貼 沒有另外申請 300億中央擴大 租金補貼專案 但她卻在官網發現 已經審核通過 而且入款帳戶的名字 是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這個人甚至已經領了 她兩個月的補助費 讓這位女網友超傻眼 直呼是不是應該報警 網址寄錯了 寄給另外一個 假設是B小姐 專項大白原來是中央會提供填寫帳戶的連結給房仲 房仲再轉傳給房客 但這回因為資料眾多 複製連結的時候 不小心傳錯人 才會釀成這次的事件 後來女網友也補充 營建署表示 是房仲行政疏失 補助款也要求領款人繳回 女網友舊友的補貼 不會受到影響 不過她也質疑 明明入款的帳戶不同 為什麼審核會通過 是不是審核過程 太鬆散了呢 4號或者是健保卡號等等的多一層確保這樣子 所以我們以後會來檢討我們這個網址的設定 疑似因為連結裡沒有顯示乘租資訊 才會造成這一次的烏龍事件 相關單位承諾 未來會再改善作業程序 營建署也提醒 曾有民眾貿用親友的資料或地址 甚至是私自變更親友的帳戶來領取租補貼 一旦被發現屬實 就可能會吃上官司 民眾切勿以身釋法 接著劉志黃明勝台北報導 新竹縣寶山鄉在今天中午爆發了驚險的警匪追逐 原型駕駛警用名車 查棄 詐欺 通緝犯 到寶山鄉的某一個社區埋伏的時候 發現了一台失線的車輛 警方上前攔查卻遭到對方衝撞 警方朝車輛連開22槍 4個輪胎通通被打破 但是嫌犯還是倒車衝撞了11次之後 撞開警用名車逃逸 而警方在事發地點1公里外找到了減半的車輛 不過人已經是逃離現場 白車倒車但後方是窄巷 前面一輛警用名車開進來步步逼近 擺明就是要賭人 警方呵斥要盤查 但嫌犯不但不下車 還大膽開車衝撞 扣著蠻力來回倒車衝撞了11次 硬生生撞開警用名車 殺出一條血路 警察就要下車 下車又聽到那個車子 接下來警察就開槍了吧 警方朝車輪開了好幾槍 巨大聲響 嚇壞社區住戶全都跑出門外看 警方共計開了22槍 嫌犯車子的四個輪子全都破了 卻還是順利駕車逃脫 而逃逸的過程還撞破了住宅的瓦斯管線 開幾槍 有十幾槍 十幾二十槍 歹徒車輛四個輪胎都爆掉 新竹保山鄉22號上午11點多 發生警匪追逐 嫌犯開著泄氣的車一路逃逸 開到離社區一公里外的超商旁 車子起火燃燒 附近居民見狀連忙出來滅火 而嫌犯則是頭也不回 往新竹市南區逃逸 警方調閱監視器全力追起 人就下來他就跑了 他為了要救我 沒有在看 有看到每一個都會講 嚇死人了 在新竹市某 國小發現該車停放一路跑 嫌疑人已逃離現場 警方目前已鎖定特定對象 將積極逮捕歸案 這名嫌犯是名詐欺通緝犯 警方接獲線報用警用名車 到社區埋伏逮人 看到失竊車輛上前攔查 卻反遭衝撞逃離 而警方也以鎖定特定對象 持續追棄 G9時之前新竹報導 新美市中和台六十四線 發生了驚悚車禍 男子騎重型機車 以似是視線不良 追撞前方的多元計程車 情勢當場摔飛 失去了生命跡象 警方調查發現 多元計程車沒有開大燈 對司機開罰 也依過失致死罪 含宋法辦 台六四線車速快 深夜十點五七分 夜色昏暗 二十七歲的機型男子 騎重型機車 高速撞上前方黑色轎車 倒地不起 右側車道的立民駕駛 募集驚悚車禍 立刻停車報案 你有看他上次怎麼樣嗎 就已經失去意識了 我那時候下去的時候 我已經我怕了 救援員趕到 現場進行CPR急救 但男子最後還是宣告不治 被追撞的多元計程車 後保險桿整個撞凹 連後車廂也愧縮變形 車上當時除了駕駛之外 後座還有另外名乘客 都受到嚴重驚嚇 幸好沒有受傷 過失致死罪移送 駕駛低著頭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沒有開大燈 警方開出罰單 死者家屬也無法諒解 我兒子極快是沒有錯 你如果開大燈的話 後燈會亮嘛 它可以閃 調閱行車記錄器發現 車禍發生前一秒 剛好一盞路燈變暗 加上計程車沒開大燈 視線不良 雖然死者車速也疑似過快 但詳細肇事責任 還有待車禍事故鑑定 愛騎車的寄信騎士 平常在加油站工作 存錢買的重機要價50萬 還在付貸款 臉書上滿滿的追焦照片 爸媽現在越看越心疼 怎麼也沒想到 兒子從中和的朋友家 要回板橋碰上意外 居然從此天人永隔 記者李游死宗宗林 新北市報導